學雷鋒運動已經有57年 歷任中共領導人都有為雷鋒提詞 時至今日,學雷鋒在內地 已經成為好人好事的代名詞 學校的必修課 雷鋒是在1962年8月15日 在刑防指揮移車時 被撞到的木桿擊中頭部而死亡 不過在海南海口市 有二年級學生的家長 就投訴班主任 在宣傳雷鋒時職時 信息有誤 雷鋒去找石頭頂那個輪胎 找不到石頭盾 拿身體頂那個輪胎死了 把死傷的人救火了 把國家彩蛋救過來了 你這樣學成是死嗎 你這樣教你小孩子 小孩子頂開 我跟我兒子講 哪裡找我 你趕緊躲 趕緊跑 生命第一 生命比任何東西都重要 他又說班主任在課堂上 講了一番要學生感恩的言論 除了講感恩 又提到學校保安 和日本人 樓下的保安 辛苦多辛苦 走著門口 避免日本人打進來這個言論 飛機在空中 在天上 美國飛機在天上 把病毒人的學校 什麼也害死我們這些中國人 哎呦 一旦攻進來我們學校就會推倒 然後就把你們想擦光 來到你們家 找你們家的東西吃 作為一個老師 你怎麼想的 任何人進去呢 可能一旦老師們的東西進來 你搞的小孩也緊張 相關的影片 星期四發布 星期五早上已經被下架 我們曾經致電攝氏的班主任 但他的手機關機 學校的電話也都沒有人接聽 片段下架 大件事就如波未了 那班主任說 事後收到幾百個電話滋擾 現在已經報了警 家長那邊一樣有投訴 陳同學的爸爸就說 兒子被班主任報復 包括當著全班的面 就說他爸爸會被公安拉 叫其他的同學 不要跟兒子玩 所以都在考慮跟兒子轉校 無論這件事 最後怎樣處理都好 希望小孩接受教育的權利 不會被任何東西凌駕到 今集的節目時間夠了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新聞 拜拜